兄弟姐妹宝们我要来啦 这里是雪梨君Sharry 我1129抠起来 啊 亲妹妹今天过年了呀 爷爷真是牛哇牛哇 情人节快乐抠起来 我真的被爷爷今天的操作 一整个震撼住了 他先是卡11.29分发了商务博 然后卡13.14分发了情人节的微博 然后卡13.15分发了X 姐妹你挺到了吗 11291314511 这不就是甘菊之子花一生一世吗 我真的震惊啊 他怎么这么会谈恋爱 这么有仪式感呀 空公老师好会 然后我们再来评一评他的文案 情人节快乐吗 11个狗头 跟去年的文案一模一样 甚至连中间的空格 还有后面的狗头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因为什么呀姐妹 因为空老师坠入爱河呀 最好的爱是未曾改变且坚定 从去年情人节到今年情人节 文案未曾改变 情人未曾改变 爱也未曾改变 扣他好爱他 那我们再看前几年他的情人节微博呢 文案每年都不一样 也没有统一的卡点 而且风格都是营业项 不像近两年都是随手拍的风格 那么请问是谁改变了他呀 然后我们再来评他发的照片 这是青岛的小鱼山 小鱼山只是青岛一处不很齐眼的景点 门票也很便宜 有的时候还免费 青岛有名的景点那么多 爷爷不去别处 偏偏跟小鱼山合影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座山 它背后有一段情压 猫猫曾经也去过这里 在同样的地方拍了照片 啊姐妹 你还不发疯吗 口尖叫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这是什么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呀 我狠狠地哭了 而且他去年发的微博是抓光 今年的微博也是光 因为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光 网后面还有影子 自从八月以后 你会发现爷爷发照片经常会带影子 那个我遇见我的故事 他才替他继续延续 你身上有光 怪不得昨天爷爷发那个抖音视频呢 我就觉得是一波大糖的底线与导火不其让 嗯 那啥 昨天打赌的那些个姐妹 昨天我们可蹲着呢 今天记得在评论区还愿哦 三连传发家关注 猫猫狗狗走花路